在北京市中心 有一个规模宏大 金碧辉煌的古代建筑群 它就是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 首先建造故宫的是明城祖朱蒂 1403年朱蒂称蒂 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开始了故宫的建设 故宫从1406年开始修建 1420年俊宫 奠定了故宫的基本风貌 明朝灭亡后 清朝定都北京 清朝统治者把故宫 作为自己的皇宫 就这样故宫成为 明清两朝皇宫 故宫经历了明清两朝 将近500年的不断修缮 扩建成为现在的规模 故宫的所有宫殿和主要建筑 都建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这条中轴线南北走向 南起永定门 北到中古楼 全长约八千米 故宫恰好位于这条中轴线的中央 故宫的东西南北各有一座城门 南面有五门 北面有神五门 东面西面有东华门和西华门 五门是故宫的正门 明清时期 每逢冬至那天 皇帝都在这里颁布次年的历书 战争获胜归来 还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凯旋仪式 故宫被高大的城墙环绕 城墙四角建有华美的角楼 城墙下是五十多米宽的护城河 使故宫成为一个长方形的城池 故宫占地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 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院落组成 有房屋九千多间 建筑面积达到十五万平方米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 故宫是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建筑 宫殿建在青白石底座上 珠红色墙 黄色琉璃瓦底 在雕梁画洞 示意精美的彩绘 金碧辉煌 雄伟壮丽 故宫中 殿玉林立 屋顶的造型却各有特色 饰样有十种以上 看上去一点都不显得呆板 故宫分外朝和内庭两大部分 外朝也叫前朝 是皇帝举行朝会和盛典的场所 内庭是皇帝日常处理政务 与后妃们生活居住的地方 外朝 内庭 用途不同 建筑风格也有明显的差别 外朝以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 三大殿一字排列 太和殿在前 中和殿居中 宝和殿在后 它们都建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上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太和殿俗称金鸾殿 高35米 东西长64米 南北宽33米 面积2377平方米 金碧辉煌 庄严肃木 是故宫建筑中地位最崇高的一座 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宫殿 殿前有三万多平方米的开阔场地 大殿内部72根盘龙金柱 情历其间 支撑着沉重的屋顶 中间的高台上 有皇帝的九龙金七宝座 明清时期 每逢元旦 冬至 皇帝诞辰三大节日 以及皇帝登基 大婚和命将出征时 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典礼 中和殿 方形 高27米 面积583平方米 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 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 宝和殿 高29米 面积1230平方米 清朝时 每逢除夕和元宵节 皇帝都要在这里举办圣宴 宴请外藩王宫和文武官员 这里还是殿氏晋氏的地方 前清门是外朝和内庭的分界线 穿过前清门就进入了内庭 内庭以前清宫 焦太殿 昆宁宫为主体 东西两侧分别有东六宫和西六宫 人们习惯把这里称为三宫六院 东西六宫自成一体 各有宫门 宫墙 相对排列 秩序井然 明朝和清朝初期 皇帝住在前清宫 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 皇后住昆明宫 清朝中后期 皇帝和皇后都搬到东西六宫居住了 前清宫成为皇帝召见大臣 商讨政务的地方 昆明宫东暖阁 是清朝皇帝皇后大婚的洞房 洞房内的装饰和陈设 仍保持光绪皇帝大婚时布置的原状 洞房四壁用珠红铜油修饰 东西两门前 各立一座大红帝金字双喜木隐壁 洋溢着喜庆气氛 在内庭的居住区里 还有一个小巧别致的御花园 花木浮书松柏长青 假山其实楼台亭阁 演映其间 是皇室人员休闲游玩的地方 从1420年故宫建成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 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 明清两朝共有24位皇帝在这里居住过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 清王朝灭亡 中国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 1925年10月10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对外开放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规模最大 珍藏文物最多的国家级博物馆 这里珍藏着一百余万件 中国历代艺术珍品和明清宫廷文物 有历史悠久的青铜器 华丽富贵的金银器 璀璨夺目的珠宝 雍容温润的玉器 金银剔透的瓷器 历朝历代书画 以及各种图书典籍等等 其中很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宝文物 北京故宫是中国建筑史上 无与伦比的杰作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 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 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作才能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故宫的保护工作 1961年 北京故宫被国务院宣布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 北京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